我們來關心是日本今年爆發三十年來最嚴重的 令和米荒 所以超市都大缺貨嘛 部分地區價格還飆漲六成 沒想到現在傳出有不肖的農協職員 竟然偷偷把預定上市的新米賣給批發業者 這是日本媒體的報導 這一位是四十多歲的男性職員 私自把八十四代的新米賣給 批發業者得手一百萬日元現金 不過這一批白米原本應該是農家保存米 卻被非法轉賣 因為同事募集到交易過程整體事件才曝光 但是是不是涉及刑事犯罪 現在還要調查當中